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姐妹平台 城中最细报新闻 以及花啦啦好康头的Rodja La 那每一天都会有这个专题的报导 跟你一起讨论我们节目的话题的 是 那居民导 究竟不是说在这个极岛周 有两宗有两个人染的这个日本脑膜炎而死亡吗 对 是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们这个新冠肺炎 大家闹得人心惶惶之余 现在突然又来了这个日本脑膜炎 是的 说到这个日本脑膜炎 除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外 我想大家应该还有记得 J.E.这个名词曾经在很多年前 搞到全马的人都很担心 那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讨论一下 到底这个脑膜炎会不会通过蚊子来传染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大主题 随着国家经济领域开放 不少人也逐渐恢复户外社交活动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疏于防范 近期根据报道指出 击打已经有几个人因为感染日本脑炎而病发身亡 卫生委员会行政议员表示 日本脑炎的爆发比骨痛热症更加危险 因为携带日本脑炎病毒的酷纹 在白天和晚上都很活跃 因此他呼吁民众要关注防范 注意居家环境卫生 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那到底什么种类的蚊子会传播呢 感染脑炎的患者又有什么症状呢 可以如何预防与控制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一起来了解吧 是的 我们今天请到了专科的医生 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有请到的是陈伟扬 脑神经内科专科顾问医生呢 来跟我们谈一谈关于脑膜炎的 这个话题了 陈医生你好 陈医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那在我们没有深入探讨这个课题之前 先请教一下医生 先理清这两样东西 脑膜炎跟脑炎是两回事 是两回事 不过也是头脑里面的一种发炎 通常在先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先脑膜会发炎 过后如果是没有正确的医治的 那就会演变成脑炎 原来是这样 那既然是如此 我们就来讲一讲 到底什么是脑炎好了 脑炎就是你头脑里面细胞的发炎 所以我们的头脑是一个 从很多细胞组织成为的一个器官 对吧 所以只要是 如果是你的头脑有一部分的细胞发炎 就会慢慢慢慢传跟远变成 整个头脑在发炎 那我们就去一去我们的今日大主题 先解答那个大主题 是否会通过蚊子传染 会 所以就是有一些脑炎呢 会通过蚊子传染 就比如这个JE JAPANIS ENKEPHILITES 就是通过一种蚊子叫做酷蚊 QLEX的蚊子传染 就是如果这些蚊子呢 钉上了一些动物或者是家禽 或者是飞禽类 然后再钉人类 就会通过这个蚊子的传染 那它钉的这个家禽 是要有一定的病毒存在它身上 还是说普通的家禽 对 因为有一些家禽呢 它们身上都会有这些病毒 不过它们不会发病 对 它只是带菌 带菌 一个宿主 对 宿主 所以就是它不会发病 就是通过这个蚊子呢 传播给人类 那我就想要好奇一下 问一下医生 我们平时不是有这个 喷雾沙铺灭这个黑斑蚊的吗 对 会不会也一次过就把这些蚊子 也撒灭掉 会 因为这些蚊子呢 不是讲说有特别的 特别的这些免疫力还是什么 就是跟一般的蚊子一样 所以就是用一般的这个 保护自己的方式 就是喷雾或者是那个环境 防蚊器 防蚊器或者是环境的这个干净 对 OK 那医生刚才有提到说 这个脑膜炎 如果我们放这不治疗的话 错过那个时间的话 它就会变成脑炎 然后有更大的这个健康的危险 对 通常这段时间多长呢 通常可以演变得很快 不过通常都是在三天到一个星期里面 那很快 就是很快 对 就是很快 所以就是通常它的这个症状呢 就是头痛 发烧 呕吐 所以如果一生发现这种症状还有严重 就是严重很严重的头痛到呕吐 所以这个如果是观众啊 还是听众也知道有这些很严重的现象 那叫极客的休衣 我觉得问题在这边 就是因为头痛 呕吐发烧 是一个很普遍的症状 对 大家可能说我感冒 对对对对 或者是说我今天比较累 或者是我心肺肺炎 对对对对对 怎么去断定说有可能是脑膜炎的 所以脑膜炎比较那个比较 它比较特别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你的头痛呢 是头痛到很激烈 而且是通常是头痛到 直接到颈部的痛 这个痛 就从上面一直到颈部 对 从上面到下面到颈部这里 而且头不能弯曲 头痛到不能弯曲 就是很僵硬 这怎么说就是连这样子也不能吗 对 这样子也不能 也会觉得很痛 往左倾往右倾也不行 对 而且是突然间发生的 不是讲说在这个三天到七天里面 突然间发生的这个头痛 就一来就很严重的是吗 对 一来就很严重的 OK 它不像平时感冒是可能先喉咙痛 它不是 是 就是一来就马上就是头很剧烈的痛 而且是这个颈部的肌肉 会出现很严重的僵硬的状况 对 你是完全没有办法移动或扭头的 这个大家就要特别的去留意了 OK 好 那高风险的人群呢 就其实它会不会像说现在这个新冠肺炎 高风险就比如三高 年纪大的人 特别高风险 对 如果是高风险的人就是他们 就是这些老人小孩孕妇跟免疫力低的 这一群人就比较容易给这些病毒感染 所以而且他们如果一旦被感染的时候 都可能会比较严重 康复力可能比较低 OK 是的 其实这个老人小孩孕妇免疫低的人 基本上是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差不多了 对不对 很多就风险很高 大家几乎都是高风险的人群 是 医生我们有收到这个观众的问题 他是说如果妈妈感染了 这怀孕期间妈妈感染了这个胎中的宝宝呢 也会被感染吗 有这个可能 不过不是一百八仙 有这个可能因为通过这个血液 也是会传染过去 OK 那像如果这个情况发生的话 治疗方面会有困难吗 还是有什么方法来治疗呢 如果是早发现的话呢 都会可以 通常可以全面康复 所以这个治疗方法呢 就包括了一些抗癫痫的药 因为可能会癫痫 发生 OK 退烧药 还有就是antiviral 就是对抗这个病菌的药物 就从妈妈母体这边来下手对不对 对 所以她的宝宝是有的救的 对 OK 那我就想要请教一下 程医生 脑膜炎 刚才你说脑膜炎一般都是 一开始是脑膜炎 对 然后才进化到去脑炎 那如果是单单换脑膜炎 会不会说在还没有进化成脑炎的时候 就已经死了呢 有这样的一个几率吗 有 也是有这个可能 也是有这个可能 尤其是在老一辈的 这些就是老一辈就是 老年人就是65岁以上 抗力衰弱的吧 对 医生你提到这个 我就想到好多年前 我们有这个Nipal virus 那个时候其实是 应该说是马来西亚人第一次 听到JE或者是脑膜炎 这个名词就比较普遍的一个状况 当时的情况 跟您现在在解释的 是不是很类似 就是他们传播得很快 然后是在脑膜炎导致死亡率很高呢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呢 其实还没有发现到这个Nipal 就是一般是以为是真以为是解疑 不过到这个再深一步的研究呢 才发现到这个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病毒 就是Nipal就是第一次发现到这个 立百病毒 立百病毒 对 不过这个立百病毒就是专门攻击这个头脑 所以它是有不一样的对吗 有不一样 不过也是导致脑炎 也是脑炎 对 也是脑炎 OK 好 那我们稍后再会请教陈医生说 这个治疗的方式 我先不用紧张 是 其实这个换了脑膜炎 跟这个脑炎之后会有后遗症的吗 对 一定会的 一定会有 一定会 只是看轻还是浅重罢了 轻的后遗症会是什么 轻的后遗症可能会有短期记忆力的丧失 丧失不是衰退 是丧失短期 然后或者是一些癫症的这些 发生这些癫症的状况 如果是严重的话 可能会四肢瘫痪 然后可能要人家照顾 照料 这个是严重的 就是类似中风这样 它可能就是长期性瘫痪吗 对 长期性瘫痪 那轻微的部分会不会有影响说 可能影响它的moto skill 就是它的这个肢体上的一些运作 对 轻微的通常是不会 不会 严重的就会 严重的就会 而且会是长期的癫痪 对 长期的癫痪 是 那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再跟医生进一步地了解 更多关于这些脑膜炎和脑炎 这个话题了 那在进入广告之前 我们也要了解一下 我们对蚊子的迷思究竟有哪些 蚊子的迷思 种植防蚊盆栽 无清洗积水 亦反效果 蚊虫吸血后 需要找寻水源来产卵 而解决 涌 也得在水中活动 才能够生存 虽然有些人都会在家中 刻意种植防蚊盆栽 如除虫菊 香茅 艾草 熏芋草等等 但却忽略了浇水后 要瀝干盆栽的积水 导致成为滋养蚊虫的好地点 要记得花瓶和水养植物 至少每星期换水一次 并避免花盆底部的盘叠积水 以防蚊子产卵 晚上蚊子较多 全天都有 是蚊子活动习性 使用杀虫剂 需配合蚊虫的活动习性 这样才能一针见血 如白线斑蚊 喜欢在白天活动 因此白天或黄昏 喷洒防蚊剂最有效 而热带蚊 则喜欢在夜间活动 但若在白天找到栖息处 如阴暗的角落 家具下方或背面 窗帘部后方等等 直接喷洒 就能达到蛆蚊的作用 若不喜欢化学成分 可转换为捕蚊灯 电蚊拍等等 丁酸性体质 人体血液均为弱碱性 健康人体血液的酸性值 在7.35至7.45 属于弱碱性 由于身体酸碱平衡 是生理调节 在医学上 没有所谓的酸性体质 蚊子叮咬 与酸碱性 血型 肥胖无关 然而蚊子叮咬人 的确有偏好的倾向 影响的因素 包括呼出的二氧化碳 体温较高 或睡觉时 都容易成为蚊子的攻击对象 欢迎继续收看火力加油站 那我们刚才跟医生呢 就谈到了关于这个脑膜炎和脑炎 还有传染方式 最后我们谈到后遗症这件事情 我就突然想到我自己身边的一个例子 在这里来讲请教医生 医生这个刚才有提到说 他们可能会短暂的这个记忆消失 就是失忆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肢体不理想 那我自己的这个好朋友呢 他就是在两年多前 发生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发现说 他有一段记忆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近期的 然后呢 这个行动方面也不太理想 那经过了两年的时间 他们的康复的速度 会到什么程度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这个脑炎应该是蛮严重的 应该是已经扩散到 整个头脑里面的部分 所以在一个头脑里面的康复器 当然是要把那个脑炎治好先 差不多是两周到四周里面治好先 过后呢就是一个比较漫长的 漫长的治疗过程 就是要复健 不过通常一个病人呢 到一个可以顶限到复健的 通常都是到一年里面 如果一年到可以复健到多少呢 就是到这个 就停在那边了 对 所以就以一年为准 他恢复多少 那个就是已经是顶限了 对 已经是顶限了 像军病的朋友 现在还在用着辅助器 是 还在用辅助器 行动要用辅助器 已经两年了 对 那就证明说他可以百分百全力 不需要辅助器的这个几率还是挺低的 我觉得已经不能了 已经到了这个我们说 顶限了 顶限 叫做 到这个顶限了 我好奇地请教一下陈医生 那是不是代表是说一个人 他这个脑膜炎对他身体造成的伤害 有多深远 就要看他重脑炎的时候有多快接受治疗 可以这么说吗 对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 这你做的第一对 做了多快他受到治疗 第二本身的这个免疫能力 有多强 有多强 对 可能只是免疫力较低的那个群体 第三就是在这个治疗之间的这些照料 就是照料 就是药物 还有这些附件的这些照料 OK 那平时 比如说一个人现在感染了进医院 你们第一件事情会做的是什么 当然是我们要做一个自己检查 过后就是做一般的这个脑脑掃描 CD或者MRI 第三就是就是这个颈椎穿测 就是抽这个颈椎的骨的这个水 水液 噩液 对 噩液 噩液 对 最后要 所以就是拿那边的水出来 因为就可以直接化验到里面的细菌 通常要多久成绩会出来呢 通常是在六个小时就可以了 六个小时 在急诊里面 所以MRI或者CD scan 其中一样再加这个lumbar puncture 对 这就两个过程 两个不CD的这样子 对 那其实是 每个病患进医院 什么情况之下你们会 做这些扫描 就是你们会怎么诊断说 怀疑这个是脑炎这样子 通常是怀疑这个脑炎就是那个烧 通常是很烧的 38 39 40度 哇 40度 40度都有的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呕吐 OK 为什么会呕吐呢 就是因为你头脑的脑压 如果你发炎嘛 我们的头脑是在哭乳里面 头里面它会膨胀 膨胀就是膨胀了 过后没地方再膨胀的 就会有那个产生这个呕吐 所以就是脑压的增加 它是一个pressure的release吗 pressure的release 要舒缓 所以如果是很严重的呕吐 颈椎 刚才我说的这个颈向很痛 或者是头很痛 然后发很高的烧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办法睁开眼睛 就是很刺眼 很刺眼 普通的光线都很刺眼 因为我平时 医生讲的这种头痛的呕吐 我平时都会发生的 基本上有扁敏感 偏扁痛的人都会有这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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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会有时候头痛到突然间会呕吐 这边也是会痛 除了发烧以外了 他说的 OK 所以这个做了这些测验过后 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做这个测验呢 我们就可以诊断了 可以诊断了 我们就会注射一些药物 就是就是一般的抗生素啊 防止癫痫的药啊 还有消炎的药 一些内固醇 所以一开始就会用这个防止癫痫的药 对 一开始就会的 OK 那比如说 现在如果是一个脑膜炎的病患 进到去也是同样都是用这个内固醇 抗炎的药 抗炎的药 抗生素或者抗生素 OK 还有防癫痫的药 一般多长的时间会看到起色 通常呢 至少要七十二个小时 你才会看到那个转变 七十二个小时 对 差不多三天 哦 好 OK 那同样的还是要看对方的体质 对 OK 一般上高 高危群体可能就 风险相相对高 老人啊 对啊 小孩啊 或者 可能有一些疾病 抵抗力比较差的一些朋友 所以在这里还是要 提醒大家说 预防 不要 真的不要小看 头痛啊 发烧这些事情 尤其是刚才陈医生有提到的 如果你头痛到很严重 颈向也不能弯了 你还呕吐了 那就不要只是尺子痛 要真的赶快看医生了 对 尤其现在非常时期 对 也不懂是哪一个盐 那讲到这个盐 因为我们现在新冠肺炎 都可以打疫苗 对 这个脑膜炎有疫苗可以打吗 有 脑膜炎有它的一些疫苗可以打 就刚才说的 是有它的疫苗 不过还不大普遍 保护程度差不多90% OK 你会建议大家去打疫苗吗 我觉得如果你是在高风险的社区 因为这个通常都是一个社区的outbreak 就是一个地方 地方性的 如果你是好像 如果你是住靠近 你附近有case 可能就是要去打 击打的朋友要小心 但陈医生 我很好奇问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第一个case出现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说 或者怎么样的生活环境 它可能风险相对的高呢 OK 如果是就像说这个J1 它是通过蚊子感染 所以是环境 如果是环境 就是那些蚊子可以繁殖的环境 就是很多垃圾 积水 积水 对 工地 工地 OK 因为它这个蚊子是一般的蚊子 对 它不像黑斑蚊 是特别喜好干净的水 不是 它就是蚊蚊 它是另外一种蚊子 OK 对 这样子 因为他们也会叮这个树主 树主可能就是动物 对 那如果是说在这些畜牧场边 是不是相对来讲也风险比较高呢 蚊蚊 或者是有一些 就算有些鸟类它们也是会叮的 对 所以有点像禽流感的 对 这类似的 因为有我家里羊宠物 我倒是担心说 它会不会说叮一只宿主 然后去叮我的宠物 之后另外一只或者叮我宠物叮我 这样子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不大可能 因为你宿主你一定要有足够的那个病菌 才会传播出来 OK 所以我们家里一般的宠物 其实风险还是挺低的 对 因为你都没有跟别的动物在一起 所以没有一定的那些 那个数量 那个病菌的数量还不够多 所以还不会传 可能有一点点的病菌也是不会传的 OK 这病毒其实像新冠病毒也一样的原理 就是它的这个量一定要 有一定的量 它才会有发病 OK 好 来 那我们这里另外一位观众的这个问题 对 我们来看一下 手机号6402的 它说小孩子也可以打疫苗吗 或者是几岁可以打疫苗 对 很多爸爸妈妈很关心的问题 小孩子也是可以打 可以打疫苗 通常是超过的两岁 两岁 超过两岁 OK 孕妇可以打吗 孕妇之前应该是要 我觉得应该要规划 就是还没有怀孕的时候才打 比较安全 对 备孕的时候就先去打 备孕的时候要规划这个 那疫苗有效期可以多长呢 这个疫苗有效期其实呢 还没有什么人有做一个深度的研究 不过至少有五年 五年 这样还好 最小 不需要像我们现在什么COVID 要打Buster这样子吗 对 打了两次还要打Buster 那我觉得医生讲的一个重点 你备孕你自己规划 那因为现在的这个 病毒或者疾病很多 那准备要怀孕的这些准妈妈们 那你如果是说 比如说程医生刚才有提到的 你居住的这个环境 是高风险的环境 那可能可以跟你另外一半 商量一下 是不是要做这样的一个预防的动作 只是这打疫苗 我有另外一个问题 比如说现在刚打了 新方病肺炎的这个疫苗 要可以继续同时打吗 或者要间隔多久 对 至少要间隔两个星期到四个星期 那还好 不会太久 两到四个星期 两到四个星期 就是包括如果说 我现在打了这个 日本脑炎的疫苗过后 我的Buster也要再隔两到四个星期 对 就是不可以参加两到三个星期 最好就是间隔一个月一个月 这样子 然后前后 最容易记得就是一个月一个月 OK 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是 OK 好 那我们今天这边呢 也跟我们的陈医生了解了很多 关于这个日本脑膜炎 进而演变成脑炎的这个严重性 所以大家再一次 如果有什么症状的话呢 就记得要去求医 真的找医生检查一下 就不要掉以轻心说 我只是发烧头痛 经常都有的 真的不要这么来判断 自己做医生就不好了 今天非常谢谢陈医生 想做这么深度的讲解 谢谢陈医生 好 那我们这边呢 有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善 这个算是慈善活动 对 我们这个虎祝虎爱心与心愿的活动 这边一些活动的资料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一场突如其他疫情呢 真的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节奏 心理跟情绪上很多人呢 其实都受影响 在疫情下任何关系 都会显得额外的珍贵 那我们这边就要珍惜机会了 为什么呢 八路空间以及八FM联合主办的 虎祝虎爱心与心愿活动呢 将提供一个平台给大家 传达您祝福的心底话 让你爱的人知道 活动公开给所有人是参加 不论准足年龄跟语言的 是的 那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亲朋好友说的话呢 录成一段不超过一分钟的视频 将视频连同个人资料 就包括了中英文全名身份证号码 目前所在的地址电话号码 电邮到 CNYwish at mediaprima.com.my 然后呢 或者可以把这个视频上传到 Facebook跟Instagram Tag八度空间和8FM 外加hashtag YOOHOO2022 记得把这个贴子要设置为公开才行 是的 那这个截止日期 其实是到二零二二年的一月七号 奖品有什么呢 被选中了五十个新女心怨的这个视频 将会在首要媒体旗下的子公司 平台包括电视台 电台 网络 社交媒体播出的 被选中的信用同时也会获得 WOW SHOW现金回扣的这个礼券 最感人的三个新女心怨的视频呢 也会获得首要媒体新春大使上门探访的 同时也会送出虎祝爱 YOOHOO向前进 精美周边商品 WOW SHOW以及KINNO HITMISU的产品 是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稍后回来呢 教你做好吃的 好 再见 有效驱蚊的植物 茶树植物 茶叶有防腐 抗真菌 抗病毒和抗菌的特性 而且使用茶叶驱蚊的时候 不会出现异味 反而会有一股清香的味道 这可以避免因为吸入异味过多 而产生头晕的症状 将喝过的茶叶晒干后再点燃起来 散发出来的味道对蚊子有刺激性的作用 但这种味道对人体却是无害的 另外可以在水中浸泡几片茶叶 加入几滴葡萄籽油 静置一小时后将溶液倒入喷雾瓶中 喷洒在家中也能达到驱蚊的效果 柠檬草 柠檬草除了是一种常见的烹饪原料以外 柠檬草还含有大量的柠檬泉 碧蚊胺 香茅等多种成分 是蚊虫最害怕的气味 可以有效地驱除蚊虫 再加上不含有任何有害的化学物质 所以妈妈们都喜欢用在宝宝身上 以防蚊虫叮咬 需注意的是 为了驱蚊 很多人会将柠檬草汁液直接涂抹在皮肤上 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 由于柠檬草汁液比较浓 所以我们需要将柠檬草汁液经过稀释之后才涂抹 这样才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副作用 薄荷 无论是新鲜还是干燥的薄荷 它始终都会保留独特的舒缓和舒适的香气 但这种香气只对人类有抚慰作用 但是对蚊虫来说 它的香味其实是有害的 薄荷中含有薄荷油 薄荷酮和薄荷醇 容易被发散 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将蚊子驱散 在被蚊虫叮咬后 也可以将薄荷叶磨成汁 敷于叮咬处 可以达到止痒的效果 用后会感觉清凉舒适 欢迎继继续收看火力加油站 这个单元我们有大厨来做主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吕震铜厨师 Chef Lloyd要教我们做一道 非常有意思又好吃的香煎鸡木炉 Chef 你好 你好 来 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今天要做的这道料理好吗 首先我们讲那个汤 那个高汤 这个是南姜昆布高汤 首先里面是 我会放清水先 清水 然后昆布 南姜 姜 小葱头 拿来调味 那都是少量 对吗 对 少量 因为那些味道 它本身的味道比较重 所以我们少量 只是带一点味道就好 好 南姜昆布 对 我们就小火慢煮 让它入味进去那个水里面 大概要煮多久了这个高汤 大概如果是少分量的话 我建议是煮大概15到20分钟 那很快 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对 很快 OK 这个酌量来准备了 那就看我们的鱼肉有多大块 就准备多少 对吗 对 还有最后我们会调味放酱青 还有一点 我自己是放柚子汁 日本柚子汁 日本柚子汁 还有那个清香味道 然后还有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选择放柠檬 柠檬 对 那很简单 这些食材都OK的 对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这个是 这个看起来像白萝卜是吧 对 白萝卜 红萝卜 白萝卜 红萝卜 我先汆烫了先 然后之后再抹上味噌 抹上味噌 然后汆烫 然后汆烫 然后之后做些什么呢 之后我会用这个 火枪来烧它 噢 为什么要烧它呢 就让它给它有那个焦香味 噢 好的 也上色 那我们马上就来做了 所以这个料理我们希望做到 色香美味俱全 在家里吃的时候 尤其家里有小朋友 我们就希望这个料理做出来 小朋友看了会食指大动 那妈妈不用这么头痛说 我到底要怎么样 让我的孩子吃这道料理呢 那你可以通过这些 颜色啊 摆盘啊 味道啊 来刺激孩子们的食欲 而且对于老人家也很好啊 对不对 与时老人家 你多一点这个颜色跟味道的话 更开胃 然后吃得更多了 好 这个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准备鱼 煎鱼 对吧 对 煎鱼 今天是准备一小块的这个 金木鱸鱼 OK 金木鱸鱼 这个是带皮的 对吧 对 我们首先先煎它的皮 让它皮脆了先 OK 那我们这个需要来 跟它稍微处理过吗 这个鱼肉 还是只是这样新鲜就可以了呢 我们会放盐跟胡椒 盐跟胡椒 稍微抹一抹这样子 对不对 像我们一般煎鱼的时候 都会这么做 然后把这个锅子 我们的平底锅 稍微的加热一下 我建议是用不粘锅 不粘锅 因为通常我们皮放下去 很容易粘锅 对 而且这个要吃到皮 要皮脆 才好吃嘛 要脆皮嘛 对 少许的盐巴 然后再少许的 配胡椒 那应该是皮先下去煎 对 因为皮需要的时间 可能稍微长一点点 对 我们两边吸震一下 好的 锅子把它烧起来 烧起来之后呢 就 都讲香煎嘛 那你一定要把这个鱼肉 给煎到金黄色 然后口感比较足 那像我们的Chef Lloyd 刚才有讲 所以煎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到那个鱼皮 是有金黄色 香脆的感觉了 对 好 那其实刚才我们准备的 这个食材有高汤 然后有我们的 红萝卜跟白萝卜嘛 除了这两个之外呢 我们其实前面刚才大家有看到 大会会跟大家讲解的 就是一些摆盘 让它色泽更好 然后再刺激一下 这个味道的一些食材 OK 那我们这个锅子也烧开了 现在就把这个皮的这一面 先放下去 放到锅里面去把它煎一煎 然后弄到它有稍微呈现的 这个金黄色 然后再把它翻过来 去煎另外一面 这个是危险动作 专业人士才可以做 你们在家的话 最好是用一个 戴手套还是之类的 戴手套 或者用一个窝铲也可以 对 对 因为Shuffler它们是专业的厨师 那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 我们要快嘛 速度要快嘛 所以就用手下去 在家里千万不要僵尸 危险 OK 我们这样子压平它的皮 是为了看它更美观 所以你煎出来 它的皮会平平 平均的 然后有金黄色的 又香脆这样的感觉 对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 用一个夹子夹住 然后往上这样子压 也可以的 可以 一样的这个做法 那通常这样子做 需要煎多久呢 大概五分钟 大概五分钟 大火把这个锅跟油烧开 五分钟就行了 对 烧开 然后下皮 对 那我们在等这个汁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 其他的 拌匀它 好 我们先做搅拌 这个其他的这个食材 把这个萝卜跟白萝卜 跟这个小番茄 小番茄已经切碎了 然后把它混在一起 因为我们煎了 还需要一点时间嘛 所以先把底下的这个 其他的辅助的食材 都把它准备好 好的 然后呢 这个是 柠檬皮 柠檬皮 少量的柠檬皮 还有少许的盐 少许的盐 因为本身有味噌了 它有点咸 这是我们提味到的 好的 那我们就稍微一点 盐巴下去 这个是橄榄油 橄榄油 估计是橄榄油了 稍微健康一点 还有这个是 腌制的姜花 姜花 可以带那个香味出来 好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姜花也放下去 好 这里就可以拌均匀了 然后就把它搅拌均匀 那在我们等的这个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也很急地要知道 做法是怎么做 菜式是怎么样的 那有什么食材 我们现在马上来跟你重温一下 好了 小小道尽 那边的粉炀 那边的粉炒 天 hazard 是的 有没有 糧炒 水 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我们的这个葱 葱切碎了 先搅拌好 然后放在碗的中间 在这个碗的中间 我们先做一个圆形的这个形状 待会儿鱼就会放在上面 那在我们前面那个是我们的成品了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可以看那个颜色 它从下面底部慢慢地上升 就这样子来判断 这样子来判断它的熟度 然后那个皮 刚才Chef有讲的 把它压平 所以金黄色 看起来就很好看了 对不对 在家里也可以做 很专业的一道料理出来 好的 那我们前面其实还有一些些的配料 待会儿最后是放在上面来 做一些装饰用的 也提味 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肉拿上来了 稍微把油淋一淋 淋一淋 好 很香 很香 我们在现场的工作人员 大家都闻到了那个香气了 对 真的不愧是香煎筋木乳鱼 OK 侧面也可以煎煎一下 好 我们可以起锅了 来 小心 就把它这样子稍微放一放 所以这个可以跟着每一个人的份量 做单份 对 家里每一个人做 你看 在家里也要有一点仪式感 把这个菜做得好一点 好 漂亮一点 好 现在要先放什么 现在放这个核桃 这个是核桃 这个是核桃 OK 撒一点在皮上面 撒一点在皮上面 要在烤炉里面烤脆它 先烤脆它 烤香它 所以你这个在跟鱼肉一起吃的时候 就有很浓的这个口感和香气了 对 对不对 这个是木须对吗 对 木须 放一点上去 涂一点上去 所以也就是说 你这道也不只是纯肉类而已 有一些蔬菜 有一些纤维在上面 那对小朋友来说 你要引导它开始 做这个 我们讲Balanced Diet的话 这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了 嗯 它有点白色 这个是 花朵 这个也可以吃 可食用 对 可食用的花朵 可食用的花朵 记得不要随便在花园里面採 可食用的花朵 就行了 OK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高汤了 对吗 对 高汤 嗯 来 这个高汤 高汤我们就 怎么样 从旁边淋下去 从旁边不是淋在这个鱼肉方面 因为那样皮脆 淋上去它吸了那个水 它就不脆了 啊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香煎 要吃到那个鱼皮 酥脆 跟那个爽口的那个口感 所以这个高汤你准备了 就放在旁边 跟其他主料一起吃 好的 我们今天的这一道香煎筋木鱼鱼呢 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 是不是 这里呢 非常感谢Chef Lloyd 教我们做一道餐厅级的料理 那希望呢 各位爸爸妈妈们都可以在家里 好好地试一试 谢谢Chef Lloyd 谢谢 好我们进到广告 稍微回来继续跟你聊 自闭症儿童也被称为 来自星星的孩子 为了让人们更了解 与聆听他们的世界 近期马来西亚优衣库 与Early Autism Project合作 让这些自闭症艺术家们 通过可爱的动物图画 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与想法 同时也可以尽情地 挥洒个人创意 活动当天 民众也可以选用 由自闭症儿童 所做出的设计图案 来定制T恤和手提袋等等 此外 现场还设有作品展示 以及解析 自闭症孩童语言的分享 这些活动 不但让人们看到了 自闭症儿童的闪耀之处 也让人对一直在身后 支持他们的人感到敬佩 此外 此项活动所筹得的款项 将用以准备学习材料 帮助自闭症儿童继续学习 融入社会环境当中 中文字幕作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 观点赞 听听听 希望可以收集到旧电脑 并且在经过维修之后 送给有需要的人们 如果你也想赋予你的电脑 第二次的生命 让他们重新发挥价值的话 请将个人资料 透过WhatsApp和E-mail 发给我们 是的 八度空间跟Currijo Recycling 开启的Reborn这个计划 就要收集一些旧的电脑手机 等等送给有需要的家庭 继他们新的生命 他们维修过后 就会送给那些 有需要的小朋友 可以让他们继续上学 继续地学习的 所以如果你们家 是有旧电脑旧手机等等 就可以联络他们了 好 那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单元 也是一个全新的单元 叫做活力好亮眼 那这个单元将会教大家 如何去保养的 可以进行这个防老的工作 好吧 那今天来到我们 第一次出现这个 活力好亮眼的单元的老师 我们欢迎徐采玲 我们的医美导师 徐老师你好 你好 徐太太好 你好 那今天大家讲到 这个保养的部分 首先最重要就是我们 平时会说的什么 要保持干净啦 要洗脸啦 那其实洗完脸过后的步骤 也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对 那其实一般你们会建立 就是说清洗了脸部之后 为什么会第一开始 就先讲脸部用脸部是人的 这个脸颜色嘛 所以这个脸是大家一眼看着去 对对对 就先看脸 所以洗完脸过后的 第一个要用的产品 一般你会建议什么 一般我们会查这个测试先的 很多人的测试 其实测试有什么功能 其实测试的功能 它是我们的众多的护品里面 它分子是最小的 所以你看它的中文 我们叫它收缩水 为什么我们叫它收缩水 因为其实它的分子小 只要我们把它涂在脸上 再查这些涂在其它护品的时候 它就可以收缩其它的成分 进入皮肤底层里面 这些皮肤 这些护品 其实它们的分子是大的 只有这一个都是分子最小的 OK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屏幕上放的这个 怎么叫做这个收缩水 当然也叫爽肤水 对不对 是一样的这个东西 爽肤水可能它就有多一个功效 它可以生成结晶 那接下来的第二个产品 就是面霜 是吗 面霜 我们一般会先用 砂糖 厚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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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我们才会用这个面霜的 这个是有一点点 这个混淆的部分就是 砂糖先用还是涂肌酸先用 砂糖先用的 砂糖先用 因为它分子是属于排行 第二 小分子 然后最大分子的就是涂肌酸 就是最表皮层的那个 OK 那我们看到这个面霜的 质地要浓稠 为什么一定要浓稠呢 浓稠其实面霜和 脂肌酸是它主要的功效 就是保护我们皮肤的 保护皮肤 所以它就好像一个 你一层就好像一个木板 你不要它这样快腐修 如果你不要它这样快腐修的话 你就会能够在 你就会在那个木板上面涂一层气嘛 那这个气就能够产生这个保护这个木板的这个功效 功能 所以同样的 摩托是它在我们皮肤上 其实它就保护我们皮肤的 它是 就是让这个细菌 我们看到这个屏幕上 这个slide说 细菌不易进入毛孔 毛孔里面对 它保护细菌就不容易进入 OK 当然它除了这个让细菌不易进入毛孔之外 它还可以抵抗外界的一些污染 污染 对啊 当然了 这有达到这个防护的功效 那有一些比如说 毛孔里面除了浓稠以外 它需不需要选择一些是有 FPF就是防晒功能的 不需要的 防晒是有防晒的功效的 一般 所以你不建议说 买那种是有参的防晒的 一般你看 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毛孔里面 我们有分成两种的 一种是比较浓稠的 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 你看这个 我们挤上去我们的手 你看它就是比较浓稠的 所以一般这种我们会建议皮肤 就是年级比较 皮肤比较年级大的 皮肤年级大 那他们就会皮肤比较干燥 所以我们会建议他用一些 用比较浓稠的 OK 所以这个涂上去 涂抹上去你看到说 它是非常浓稠的 那年轻人的呢 他自己皮 他的皮肤底层的那个皮脂 那个皮脂腺很旺盛的 他这些年轻的人 他也是要炒热霜的 可是他热霜我们就不建议他 太过浓稠 浓稠 我们就稀浓的 我们看到说 市医人群 他说这个有干性跟油性 对两种 油性是一般是比较年轻的 年轻的 是吗 因为它的这个油脂分泌很旺盛 它非常旺盛 所以他们不需要 太过滋润的东西 他反而要选那种 质地比较稀的 稀的 像这一种 比较水浓性的 你可以看你拍打的时候 它就是水水的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是给年轻人的 年轻人用的 OK 你会看到有很多 他们会很讨厌的 他说我不喜欢 擦抹热霜 因为抹热霜 黏黏的 擦了之后 尤其是男生 对黏黏的 然后整个脸就是很不舒服 很油腻的感觉 他不喜欢去擦 不喜欢去擦这个抹热霜 老师呢 如果是那种肌肤很敏感的人 要怎么选 其实皮肤很敏感 我们首先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皮肤会敏感 那皮肤敏感 其实跟我们的这个表皮层 有着一个很大的关系的 在我们的表皮层 最外层那边有一个 我们叫它角质层 很多人会误解这个角质层 他不喜欢这个角质层 他正常会把这个角质层当作是一个 让他皮肤看起来很肮脏很邋遢 所以他们会想尽办法给它除掉 可是他们不知道 其实这个角质层 它其实是最主要保护我们皮肤的 所以如果你太过去把它除掉 或者伤害到它 它就会变成过敏了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屏障保护 它能够抵抗那个 我们讲的那种外界的那种 微生物进入我们皮肤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损坏了之后 你没有把它修复回来 那皮肤就会敏感了 所以其实一般人皮肤是不会敏感的 就是你意思是说 比如想一些朋友很喜欢那种 磨砂磨砂 什么鬼都磨砂 就那种东西是不太建议 不要过量是吗 不要过量 一个礼拜两三次就好了 过量你就把这个屏障弄坏 弄坏那敏感就来了 它就皮肤变敏感皮肤 对 所以其实说有时候问 敏感皮肤是不是要用产品 我们一般会说敏感皮肤 尽量 你有适合的你要找适合的 一般如果敏感的话 我们就是要修复我们这个屏障功能 先修复屏障 再去选产品 产品 像在市场上 像我们很流行 近这几年 这几年很流行的 就是这个 我们叫它 你要选用那个产品里面 有一个成分我们叫它 Ceramide 就是我们中文叫它 神经锡胺 Ceramide 所以你要找产品里面 有这个成分的 它就是主要修复我们这个屏障 好的 皮肤敏感就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要听清楚 要选对产品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徐彩莲老师 谢谢徐老师 谢谢主持人 那当然除了这个 把自己保养得好好美美的 这个生活起居上的这些 生活品质也要照顾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WOW SHOW 有什么好东西要介绍给大家的呢 来 WOW SHOW的朋友们 你好 维宾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 WOW 活力好购物 是的 待会儿的三点钟呢 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推荐你 腰酸背痛的时候 甚至是你累的时候 不会埋怨 不会抱怨的一台按摩器给你 是的 这个按摩器很特别 就好像你带着六双巧手一样 随时随地不管在办公室 在自己的房间 甚至是在车子都可以使用的 最主要的是来自知名的品牌 叫做GENTEL 今天除了有这个多用途的 一个按摩器之余 还有的就是一连串一罗罗的 这个Free Gear Song给你 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蓬勾器 然后还有洁面仪 都是来自GENTEL本身 那我们今天带给你的这个优惠套组 价格是非常相宜的 最主要的是 只有150套而已 所以待会儿的三点钟 你绝对不能错过 是的 那稍后这个活力交战过后 记得锁定我们的这个WOW SHOP 同事会介绍您 到底这个按摩器有什么特别的功效的 好 那明天我们会谈什么呢 明天会谈这个补器 元气补品 也就是人参粉 那人参粉要怎么学 怎么服用 才是正确的呢 明天下午两点钟的活力交战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